請問師父,如果一個人已經受了五戒 而又悔破根本重戒 那麼他通過懺悔真的能夠恢復親近嗎? 就是造罪了 這個業已經成就了 但是他還沒有表現出來 懺悔當然就是這個業還沒有成熟 才有懺悔 你精神已經表現出來了 那就不是懺悔了 那就要認命了 那麼懺悔是什麼意思? 就是這個業已經照下去了 但是還沒得果報 還在儲存當中 那麼這個業力到底是什麼方式來儲存 我們先解釋一下 理論上我們的心是親近本然的 我們本來是沒有業力的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但是我們一念親近心有一個問題 就是一種向外攀岩的心 會突然間受到外境刺激的時候 會一念妄動 當然 妄動也可能往好的方向動 也可能往外的方向動 如果你是往慈善的方向動 那這個問題就不大 但是我們有時候是往比較邪惡的 武藝的因緣去動 那麼就帶動了煩惱 煩惱就造罪了 那麼業力在造作的過程當中 是有向放的 但是當他造完以後 你表面上就看不到業力了 因為他造沒了 那麼業力跑哪裡去呢? 跑到內心深處處了 那麼這個時候他形成一種種子 一種潛在的功能 他就 這個種子啊 就附在親近心的上面 就好像一個鏡子 他上面啊 沾上很多灰塵 這個就是所謂的業種子 那麼當然如果你造的慢慢有一點重 你那個力道啊 你經常的造作啊 你就會感覺得出來 他的視力就慢慢的硬亮 你會覺得啊 你身體不舒服啦 整天昏昏噸噸的啦 經常照動不安啊 那麼這個就是 這個業力啊 已經累積到一定程度了 因為他業力將滿的時候啊 他會有徵兆 三里一來與風滿囉 所以業力他快要滿的時候啊 你不要等來生 你今生就有感覺了 那麼視力已經開始在 那個那個風在吹啊 你就是到暴風裡要來了 那麼這個時候是你懺悔的最後 最後時間啊 就是你的時間不多啦 因為你業力已將滿 暴風已將至 那麼這個時候採取懺悔還來得及 只要你的頭腦清楚 你的身體還 神事還清楚 都可以懺悔啊 那麼這個懺悔為什麼能夠把 你這個 親近心的業種子把它洗掉呢 古人說啊 因為你懺悔啊 有三種力量獻全 你不管拜八十八佛 不管拜大別燦 有三種功德力 第一個你的心力不可思議 懺悔的人 他一定有一種 慚愧的心 他是一種反轉的心 你對於你過去所造的罪業 你必須把它發露出來 這很重要 你不能把它藏在心中 我們造完罪以後 那個業力的門是關起來的 你可能不想去面對它 但是它還是在 所以懺悔之前啊 要先把業力的門打開 就像你要清水溝 你肯定要把水溝打開嘛 你要向佛菩薩發落 你在什麼時候造了什麼罪 然後發落以後呢 要喝則懺悔 要喝則自己 而且力士改過 這個是很重要的心靈的力量 你那個心力是反轉的 以前你是向外的一種攀岩 現在是思維道理的一種反轉 心力不可思議 第二個 懺悔的人 你不能只有慚愧啊 你要採取行動啊 你一定有一個法門啊 八十八佛大悲燦 一定有佛菩薩所制定的法門 他有一定的規矩 他會告訴你怎麼做怎麼做怎麼做 法力不可思議 第三個佛力不可思議 懺悔的人基本上的唱法裡面 都一定有一些佛菩薩的聖號 要你去意念去禮拜 所以你就會去觸動諸佛菩薩的本願功德 所以你在懺悔的過程當中 是依止三種不可思議的加持力 你的本身的心力 法力 佛力 三力的結合 然後慢慢的把你這個 鏡子上面的灰塵 就給它洗乾淨 這就是所謂的 醉重心起江心燦 那麼醉重心起江心燦這個理論 就說明了 在心力法力佛力當中 你的心力是關鍵 你那個反轉的力量 是很重要 理論上 你用多大的力量去照應 你所倡耳的力量就要多大 才可以滅罪 理論上 你不可以說你造業的時候是主動積極 懺悔的時候是心不甘情不厭的 那不可以 最好是你懺悔的那種 慚愧的力量是 強過你造罪的力量 那最好 那你馬上就見到好像 所以 懺悔的成敗 就是你的心態 你是不是準備好要懺悔 所以你中間如果再做一次就完了 因為你根本沒有反轉 你那個水流沒有完全反轉 你還是在順這個造業的勢力在跑 所以這個懺悔的關鍵就是你的心力不可思議 就在這個地方 我再講一次 你要能夠快速的滅罪 如果你覺得你的時間不多了 你要用很快的時間滅罪 你懺悔的心力 一定要強過你造業的勢力 那個心靈的力量 你一定可以見好像 因為你心力強 左邊有法力加持 右邊有佛力加持 肯定 因為你造業的時候只有一個力量 也是有靠心力 你反轉的時候是三種力量在加持 你 所以一定可以很快懺悔 但關鍵是你的心態要準備得夠 好 我先回到這裡 這個地方有沒有問題 就是 快速滅罪 很多人都問我說 如何快速滅罪 快不快 看你的心理素質 如果你的心態準備得更好 你不但是有慚愧心 你還有空觀的理觀智慧 你能夠不斷地 盛念你的本性清淨 業性本空 更好 除了四項的懺悔 你還有理觀的智慧 那就更好了 你會懺得更徹底 其實如果你真正懺悔 從經論上的說 甚至於我們在佛學院輔導過很多學生 一般來說 如果經過懺悔恢復的親近 會比以前更好 因為你有免疫性 一個人曾經跌倒過 如果他透過懺悔再恢復親近 其實他的功德是超過他沒有造罪之前 如果你方法正確的話 他會增上 但是你的方法要對 心態要準備夠 好 這個地方有沒有問題 這是我們這堂課對懺悔的最後一次的回答 當然你不能夠只懺悔三天五天 不可以 力量薄弱 理論上 你的懺悔的心 比方說你一天拜一部八十八法 平均一個小時 你要拜一百天 下去 你中間突然有事 可以請假 但是不能超過三天 今天請假後面往後補 反正你要拜滿一百天 但是你請假的時間 連續不能超過三天 你脫太久的時候 你的心態就受影響 阿彌陀佛師父 我以前拜禪的時候 那個所謂的好像 是有夢到佛菩薩 可是佛菩薩沒有放光 也沒有跟我說 我這一個罪消滅了 只是站在那裡 就是一個佛像而已 這樣算不算件好像 阿彌陀佛 這樣也是 你見到佛菩薩 見到哪一位菩薩 觀音菩薩 你自己感覺知道 他是觀音菩薩 就是夢到佛像嘛 阿彌陀佛 也可以說是好像 但是不是一個圓滿的好像 因為一個好像 它一定要光明 這才很重要 光明像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要見到光明 佛光 而且最好是金黃色的光明 真實的 徹底的劍好像 有兩個標準 第一個 見到佛光 佛陀身上一定要放光 如果沒有放光 你還有努力的空間 你要繼續拜下去 第二個 你看到這個佛光以後 你醒來以後 你會身心非常的煩喜 非常的歡喜 莫名其妙的歡喜 沒有理由的歡喜 就知道你這個夢境是 證明你的罪消除了 而且一般來說 只要見到佛光又發喜的 不但是滅罪的 你那個善根又生起來 所以一般來說 徹底的 圓滿的好像 是兩個條件 第一個 見光 第二個 發喜 內心看到佛菩薩以後 身心世界非常歡喜 有時候會相聚一整天 從白天一直歡喜到晚上 一整天都歡喜 因為那個功德力 剛出現的時候 它那個時候 剛出現的時候 它會 阻擋你的身心世界 慢慢慢慢 它才會消失掉 又變成種子味 所以你那個剛開始 懺悔 產生身心反轉的時候 那個功德力很強的 你自己會感覺得出來 你自己會知道 我已經見好相 你自己會知道 因為那個歡喜不是一般的歡喜 我們一般人的歡喜 是外境刺激你的 你是一個美好的東西 別人對你讚美 不會持久 這種外境的人不會持久 它那個歡喜 是從內心自己生起的 發自內心的 所以見好相 要有光明相 要有發喜的感受 這是一個判定標準 請問師傅 那個 我們燦掉的是什麼東西 假如說燦掉的是 讓它惡果不獻錢嗎 還是 種子一起可以燦掉 另外 如果這個業力受爆了以後 它種子還存在嗎 好的 謝謝師傅 當然這個時候 懺悔當然是 這個種子還不能形成果報 形成果報就被幫我燦了 你形成果報了 你怎麼燦呢 它這個已經成熟了 就不能燦了 成熟叫做任命了 倡悔就是說 它還是個種子 但是它的勢力很大的時候 你把它燦成 有兩種可能 第一個是徹底的消除 就見好相 徹底消除 這是有可能的 第二個是 你沒有見好相 比方說 剛剛這位菩薩 他看到的 觀世音菩薩 但是沒有光明 他可能也沒有什麼 髮型的感受 那這樣嚴格來說 不算好像 但是起碼 他的業啊 變不增長業了 不漲道 你只要不要去刺激他 他會慢慢沉澱下去了 我們最起碼的標準 達到不漲道 他不障礙你了 但是關鍵你後面的保護 你就不能再照做了 這是第一個 就是沒有德國報之前 第二個 如果 你剛剛第二個問題是說 德國報以後 德國報就被爆戰了 因為他已經現潛了 你看釋迦摩尼佛那個 那個釋迦祖主被滅的時候 佛陀也知道這個勢力 這個業力已經成熟了 沒辦法反轉了 但是他還是進人士啊 聽天命啊 他還是去阻擋流利王 但是還是阻擋不了 流利王照樣把釋迦祖主給滅了 那個業成熟了 沒辦法 所以懺悔你的時機要快 因為你的 你等於是跟 跟生死在賽跑啊 你不能拖啊 因為你 因為你第一個拖越久 他的勢力就越來越大 第二個你不知道 你還沒有機會 所以要及時